弯弯的东部或者东南两部 东南各三部进行分别不同形态的军事演习 中国方面认为这是自己的领海 自己的岛屿 毋庸置疑 全世界无需多元 而除了军事角度之外 经济手段上 中国大陆方面仍然采取着更多的行动 大陆方面已经禁止了大约100到300种弯弯产品的进口 与此同时又开始下令严管 在2015年马政府时期双方制定的一条 有关包装标识的政策 当时必须销往中国大陆的弯弯产品 必须要注明有中国弯弯或者是中华台北的这些字样 但后来因为双方的关系当时很密切 所以大陆方面管理的也相对比较松弛 这个标识实际上有其实无其名 但今天因为南西事件 大陆方面突然间加强了管理 作为美国著名的IT厂商苹果公司 已经开始向弯弯地区所有的经销 辅建商下达的通知 根据大陆方面的需求 所有的包装必须注有中国两个字 不然苹果公司是不会接收这些产品的 除非这些产品不是销往中国大陆地区 而苹果公司的辅建产品 从弯弯地区销往中国大陆的占了47.5% 这个指令简直对所有在弯弯经营 苹果福建的那些厂家和商家 就是一次致命性的轰击 知道现在弯弯的地方政府正跟大陆对抗 绝不允许出现中国两个字在包装上 但苹果公司已经严令声明 不出现这两个字 公司不接受这些产品 如果再发现这些产品流入中国大陆市场 他们将举报这些产品作为走私货 这些产品将会一律被查封 这就说明这不是由中国方面采取的行动 而是中国方面施加压力 让美国苹果公司协助它去采取行动 之所以如此 因为美国苹果公司在有中国的大陆市场 至少还有24%到31.5%的市场 包括它的附件市场 所以要知道它是苹果仍然是中国 中国仍然是苹果的巨大市场之一 所以它必须遵守中国的法令 这一点弯弯对此也表示非常遗憾 很多的弯弯经销商现在正在非常的苦恼当中 但这件事情只看似只能按照中国大陆方面的要求 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华家和见啊 你说这个吧 今天晚上一打这1450的笨管骂死我 胡说假新闻假消息 你再胡说假新闻假消息 苹果已经公知了 知道吗 他在他的那个弯弯的那个网站上 繁体中文版的那个网站上 已经发布了 就是那个渠道商的网站上 已经发布了这条消息 消息啊 从8月9 8月8号正式开始啊 如果你不打上中国两个字啊 他是不接收的 你就你即便是能逃过 比如说你能逃过海关 躲进了这个大陆市场 你也是走私货 他不认可 知道吗 你必须打上这两个字 在中国大时候市场可以销售 你要是销往别的地区 他不管啊 那个是按照别的地区的这个标识 而销往中国大陆的 必须要打有中国两个字 跟过去真的不一样 2015年的这个政令呢 一直没有怎么坚决执行 就是睁眼闭眼 这不南西小姐 给你给咱们提醒了吗 那你说咱能不 长点教训吗 对吧 人家美国人这么高大商啊 美国人在你们心里 你这么这么崇尚 这么崇拜啊 这个自由女神一向天天挥舞着小火 小火把坐在那个星巴克的那个马桶 上啊 自由犯罪 自由犯罪 对不对啊 这不是你终于觉醒了吗 然后那咱就不客气了 没中国俩说 别近啊 而且这句话呢 我们没说让苹果去跟他下级金商商说 高明 高 高 实在是高 嘿嘿 好了 今天几天的欧美网友怎么说了 一个美国网友 我早就知道这是一个联系剧 不是一个单本剧 中国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也不会丧失这个机会 感谢南希小姐 你为中国人送了一个超级大礼包 又一个英国网友 超级大礼包 这个是中国人等了多少年的机会 南希小姐终于成绩传了中国 我希望你下次再去一趟吧 那样的话你就真的回不来了 又一个德国网友 中国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不负所有的压力 不管是西方哪个国家 费两句话 中国人连听都懒得听 又一个法国网友 我觉得这才叫崛起以后的中国 不能说别人发张报纸 中国人都吓得浑身发抖 那就不叫崛起 那只能叫啪下的中国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挺这样中国的做法 这才叫男子汉 就得这样 既然你认为那是你的 就拿回去 谁敢说话 就给他一拳 我怎么你们 你们是不是受欧洲人传染了 不文雅 这个丧失欧洲人的文雅 继续 又一个美国网友 现在看来中国人心里中 是不是非常感谢那位南希小姐 对 他们一定感谢南希小姐 一个谈字的网友 对于这个敏感事件 我不多说 但是我不喜欢中国人 不过对于有中国的标签的弯弯产品来到我们这里 我同意 又一个小本子王 还是遵守一下中国的制度吧 他太强大了 遵守强者的约定是理所应当的 又一个小本子王 对于强者必须尊重 如果不尊重强者 今后世界上就都是一对弱者 又一个小本子王 我之所以承认中国是强者 看到中国的军事演习吗 一个国家在自己的领海 一个人演习就能震撼世界 而美国要挑24个国家对抗这一个国家的演习 又一个印度的王 印度 印度什么时候能有中国这个水平 哪怕一半 我都非常高兴了 又一个印度王 我们可以慢慢的努力 不要着急 我们总有一天会超过他的 就像我们的孟买已经超过上海了 又一个印度王 说点现实的吧 我们的朋友们 不要说那些没有用的 现在中国就是强大 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他的一个拳头就能顶上美国带来的十几个小拳头 为什么要加个小呢 为什么又加个小呢 为什么要加个又呢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中国方面要决定了这样打包装 他告诉给美国的苹果 我想美国苹果就像中国的孩子一样 马上点头说 是是是 我同意 因为2020年我们就知道 美国苹果公司就宣布 他只认可中国的专卖店 因为只有中国的专卖店是最安全的 这是当时美国苹果的CEO亲自说的 又一个英国王 不要再相信那些美国的公司 在中国能够真的站起来对抗美国了 马斯克怎么样 苹果公司怎么样 有哪一个敢站起来对抗过中国 除了被赶走的那个谷歌 一个美国网友 谷歌公司曾经对抗过中国一次 后来求过中国九次 中国仍不让他回去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中国说政审不合格 到现在也不合格 中国的合格 不知道怎么才能叫做合格 这叫口令说的不错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中国方面要想这样做 弯弯的产品恐怕就得哭死了 苹果公司已经宣布 如果不打这种标签 他自己都不接收 不知道苹果公司这是怎么想的 又一个美国网友 苹果公司当然不能招这种货水了 谁都知道这次中国非常的愤怒 两只眼睛在喷火 如果苹果招上了这个麻烦 你觉得中国会饶得了苹果吗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苹果当然知道耐克的下场 现在耐克的执行官喊出一句话 叫耐克是中国的 我不知道耐克有什么权力喊 你是中国的 你连厂子都搬到了越南 又一个谈罪的网友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在这件敏感的事情上 我们还是不盼为好 我虽然对中国有了很多的意见 我看到中国人就非常的反感 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下 我不理这个问题 又一个谈字的网友 对于中国这个要求 我觉得不是什么不合理 你到我们这里的包装 也要写上我们的标签 不能写北边的标签 不然我们也不允许你销售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的确是你在中国的市场销售 你的产品就要符合中国市场的法定规则 这毋庸置疑 日本的产品也要求这样做 不信你们就看着 马上日本的公司 诸事会社也要向弯弯进行照会 又一个 小本子的网友 日本的诸事会社也已经通知了不少的 弯弯的供应商 告诉他们 必须要符合中国的法制标签 不然的话 这些货物日本公司是不承担的 又一个 美国网友 这都是怎么了 还号称盟国 没有一个会跟随南希小姐的脚步吧 又一个美国网友 他们都不是傻瓜 面对第一大消费市场 谁是傻瓜 谁知道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才是聪明人 知识物者为俊杰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永远都放着光辉 一个德国网友 我喜欢中国人这种手段 而且最聪明的手段 不是整天举着长枪大棒 打打杀杀 而是动用自己的脑子 一下子就能让一片人都跪在你的脚下 又一个欧洲网友 虽然我对中国保有了很多的意见 但是在这个方面 我不反对中国人的做法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这也是他们的理由 又一个美国网友 没什么 没有人支持美国的行动 我们已经说了 中国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违反世贸规则的 又一个英国网友 美国制裁中国的华为公司 你觉得这不违反世贸规则吗 我的朋友 又一个美国网友 那是政治正确 懂了吧 政治正确是完全正确的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狡辩 这是中国的权利 他想这样做 除非你不依靠中国市场 那才叫真正的中国人所说的 打铁必须自身硬 一个英国网友 是啊 打铁必须自身硬 谁不需要中国的市场 谁就可以有权利对他发话 又一个英国网友 美国的副总统不是去了西西兰了吗 西西兰怎么回答的 抱歉 这件事我不想参与 又一个欧洲网友 美国人想不到吧 在利益的面前没有盟友 其实你也一样 你把任何的盟友都不当做盟友 又一个欧洲网友 这件事情我支持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体现了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角色 而不是说是一个唯唯怒怒的小人 又一个印度网友 这件事情让我真想不到了 这么多的欧洲朋友们 去支持中国 认为他这样做的强硬态度是正确的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为什么不这样做 这样做既能够保证自己的商业品牌和体系 又能打击那些要分裂自己国家的人 我觉得这样做不好吗 又一个欧洲网友 只要你认为那个小岛是中国的 你就应该支持这个做法 如果你不认为他是中国的 你就不支持这个做法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真的很厉害 他现在的拳头越来越硬 而且在美国人的面前不断的挥舞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这样其实也挺好 规划一下就是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又一个1450网友 你们真的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很伤心 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我们才是对抗大陆的先决条件 又一个1450网友 什么这些破二来源 他们以为我们必须卖给他们 我们再也不卖给他们了 世界上需要我们的产品多的是 又一个谈这个网友 我觉得苹果公司的决策是正确的 至少他不会参与到这件事情 符合中国的条件是最英明的条件 因为你在中国的市场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这就是中国实时拿苹果公司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苹果任何的机会都在遵循 中国的脚步和中国的官方政策 既然中国官方要求这样打标签 他就让自己的供应商必须这么打标签 这毋庸置疑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这没有什么错误 我想今后我们这些产品 也要求要打这样的标签 这是必须的 又一个谈子的网友 我们的这公司也不会例外 放心吧 没有人会得罪中国市场 那只有一条道路 就是死路一条 看到耐克公司的下场了吗 他现在想回头 恐怕都很难了吧 又一个谈子的网友 虽然我对中国人不感冒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消费能力是世界第一 他们的市场是世界第一 他们的循环经济体虽然是世界第二 但是运上的潜力很大 不在这个市场发展 你让我怎么活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为了钱 你们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 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又一个美国网友 楼上的朋友 你是不是拿了更多NGO的钱 所以你有钱 你就可以喊口号 老子没钱 我就只能务实的生活 一个英国网友 这位美国朋友说的太对了 我经常在喊 救英国救经济 我们喜欢这个口号 我们经常在街上喊 那些唐宁街十号人 终于听明白 什么叫英国 又一个法国的网友 不要参与这件事 是最英明的事情 苹果公司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支持你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我支持苹果公司这次的做法 不管怎么说 你符合大陆的条件 他的法律 他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没有你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 就让弯弯自己去处理吧 又一个美国网友 天哪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趋势 我看出来了 好不好 就说到这儿吧 其实谁都看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有些朋友 还是蒙在鼓励 天天在微博上 继续骂我们自己的国家 软弹 无能 继续骂吧 骂到最后自己都骂不动了 在一看周边全在欢歌 就当自己在那骂 结果最后过两天一查 癌症满期 好了 这个你要有什么意见 请在下面 支持老王长安三秒 等在网上推荐 叫我们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